我就是想分手 媽咪 我給你什麼嚇人啊 真的每天都很希望他被打欸 我就是因為這件事 才任性這個詐欺 你憑什麼要對我啊 你要我多害怕嗎 哇塞好恐怖喔 我就是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一看的調教局Online 雖然大家都說分手的理由是假的 分手才是真的 但我們今天還是要來調教大家聽過 最誇張的分手理由 開始 首先是被拳擊手甩掉的同學 因為也才交往一個月 但是我就覺得分手的理由很荒謬 我會拳擊打死他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是怎麼跟那個男生在一起的嗎 他是我高中社團的學長 他是對我還不錯啦 差不多交往一個月 他就跟我說 寶貝我想跟你講一件事 就是因為我練拳 最近就是覺得頭有點不舒服 我好像被打到腦震盪 他就說他之後可能隨時都會出意外 我真的沒有辦法照顧你下半輩子 你值得遇到更好的人 然後就控制我了 你會不會以後就不跟會打拳擊的人在一起了 對 然後其實我朋友就會打這件事情 消費過 他們就會這樣 拳擊手 哈哈哈哈 那個學長還回來 然後看到你們全部人在那邊這樣打拳 學長 我抓他 我覺得學長好丟臉喔 那你後來有遇到他嗎 有 我就是小琴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說 你不是腦子弄嗎 什麼孩子這樣 哈哈哈哈 看到你的時候他有跟你說 就是對不起啦 那次的理由真的太瞎了 他其實也沒有說道歉耶 他是不是火得很自在耶 這件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他如果說我應該會想辦法演到底耶 就是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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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 你那個腦袋喔 不要再晃會腦震盪 再來是被賣威米甩掉的同學 很感謝深蹲局長耶 因為我就是因為這件事才認心這個災難 那你先跟我分享一下你們怎麼在一起好不好 我其實不認識他 是他自己來密我的IG 我很想說回一下回一下 然後後來就有點走心了 欸你們多快在一起啊 一個禮拜吧 哇很快耶 走心已經不是走心 你是用跑心喔 哇塞 哈哈哈哈 後來我們在一起之後 就是有開始發生一些不是很合的地方 因為他其實跟我在一起也是因為 他要追另外一個女生追不到 然後他亂槍打鳥剛好打到我 所以他就是跟我在一起 然後把我的外表變成那個女生了 蛤 怎麼變 我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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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 變 我變變變變 變 嗨大家好 我是麗莎莎 所以他怎麼跟你分手的 來我們來到這精彩的故事 那時候是 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 正要上映嘛 他很喜歡復仇者聯盟 啊我平常其實是沒有看 然後我就快速講解看完 然後我有跟他說 喔 我覺得復仇者聯盟好像還蠻有意思的 因為我也想要說 跟他比較有話題這樣 後來有一天我就跟他講到說 欸對 那個神盾局長叫什麼名字啊 然後他就突然打了阿公 他說你怎麼能不知道 這一定又知道啊 你還說你很喜歡復仇者聯盟 他就直接甩胎 然後就走掉了 我後來想想 我就想說為了這種事情吵架 他太白癡了吧 我就打電話給他說 說不要生氣啊什麼的 他後面就說我們不合啊幹嘛 然後就硬要把我甩掉 你以為跟他說 好我現在知道了 那我們可以繼續在一起嗎這樣子 對啊我就一直挽回他 然後後來他所有記 我記得很清楚 超後面的話 他說 他說你根本就沒有資格喜歡 不說這類型的 哈哈哈哈 好可愛喔 不驚喊 再來是跟八家九在一起的故事 他很常說什麼 他要去支援他的兄弟啊 要去打戒啊 我後來就很討厭他 我真的每天都很喜歡他被打欸 好 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嗎 我們搬走一個八九 一看就知道很渣的那種 然後那時候 不是女生都會有那種 想要當大哥的女人那種幻想 後來我們就開始聊天 我發現他其實好像蠻暖的 然後也不會亂對我罵髒話啊 什麼的 後來我就跟他在一起 可是在一起之後 有一次我們很晚放學才要回家 然後他就在那個路燈下跟我說 他們現在那個幫派啊 不可以交女朋友 嗯 對就是 什麼一定要分手 不然可能會有人來我家賭我啊 還是什麼 然後綁架我威脅他啊 那時候我還很擔心他 跟他說你可不可以退出那種幫派 就我們兩個在一起就好了 我還這樣跟他講 我覺得我入宿了 對不對 欸這樣講一講你們就相信了喔 你們就這麼好騙啊 可是後來我發現 他根本沒有加入什麼幫派 他只是想要去找另外一個女生 然後跟我掰出這種很奇怪的理由 啊可是他有沒有去弄一些 比方說黑車啊 或是每次弄弄一些刀疤回來之類的 啊天啊 我突然想到 他之前在脖子上這裡都會有 很明顯是種草莓的紅包 然後他跟我說 那是他在宿舍 跟同學玩真心話大冒險 輸的要男生種男生草莓 蛤 後來我才發現是其他女生種的 然後我還都相信他 不是你說男生種男生草莓 你信喔 難以置信 我該沒騙 再來是遇到媽寶男友的故事 就是上大學前期交的男朋友 感覺都很不錯 就是好到 喔該不會 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的吧 然後想說好 那我要去他的縣市遊玩 反正就規劃了一下行程 到了高鐵 這樣我才知道 原來我們全程的 也種都是由他媽媽負責 喔 過程中就開始生家調查 阿姨就說 欸阿妹妹啊 你家裡在做什麼的啊 反正我就照實講說 媽媽是保險醫務 我們都是這種態度 輕微的不滿意的那種感覺 之後我們就是晚餐要去他家吃 然後奇怪的就是他整個餐桌的過程 他們都沒有聲音就很安靜 然後就是吃飯的時候 他媽媽也是在旁邊一直問我一些問題 然後 媽媽持續在進攻你 對 之後好 我們就結束了飯局 然後其實我已經在就是爆汗 頭髮很油 哈哈哈 然後 他媽媽也是在我們去高鐵站 然後我就下車拿著我的包包嘛 我就聽到他媽媽輕輕的說了一句 上一個比較好 寧缺無爛 哇 然後呢 之後也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分手 後來分手的原因是什麼 同居 同居之後就是噩夢的開始 因為那個男生他的朋友很多 然後都是很愛喝酒 但是他們喝酒都沒有節制 就是會喝到什麼 凌晨4點 變成一群噴泉朋友 然後我可能6點要起來趕高鐵 但是他們就會吵枕完 有一次我們就是要約會 但是我那個時候腦袋都是在想說 我一定要跟他分手 他就問我說你在想什麼 然後我就在想說 我在想 我可能是喜歡女生 所以我要跟你分手 超大的理由 欸 可是你跟他講說你喜歡女的 他姓喔 他姓了 你自己有罪惡感嗎 沒有啊 反正我也都喜歡啊 所以就也沒差 上一個比較好 寧缺無賴 姓還是老的辣 再來是遇到恐怖情人壓力很大的同學 你憑什麼樣對我啊 哈哈哈 想問一下你最瞎的分手經驗是什麼 反正我前男友是恐怖情人 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我沒有朋友 他覺得他沒有朋友你也不能有朋友 你們就是鼻子唯一的朋友 對 這個世界只有我跟他 而且我跟他同班 你知道同班有多可怕嗎 旁邊有個同學他只是拍我肩膀 想幹話說欸你在幹嘛 因為他就坐我右前幫 結果看到他這樣子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大小啦 你知道我的手機都會放那個抽屜 然後就馬上 嗯嗯嗯 他就說 剛剛他跟你說什麼 你要我多害怕嗎 哇塞好恐怖喔 而更扯的是 我18歲生日那一天 我跟他講說我要分手 然後我就發現他有一直在跟著我 然後之前有一個喜歡我的學長 送我生日快樂啊 然後就送我個巧克力這樣子 結果呢 他就看到他就很不爽 然後講說今天生日不用過了 然後就把禮物就丟下我 所以我就很難過 提著就是他給我的那個禮物 然後我就一個人在那個火車站爆哭 然後我就看到他 我就想說 那我故意要氣他 我就去買了一瓶酒 嗯 然後我就坐在公園 我在那邊喝 重點是我喝一口 我就覺得超難喝 我想說該怎麼辦 這樣很糗 然後他在後面看我 我就裝醉 嗯嗯 然後把他倒掉 哈哈哈哈 你才喝一口我就裝醉 哈哈哈哈 不要搞好 那這樣子你們分手的時候 他沒有做出什麼恐怖情人的行為嗎 跟你講 這個禮物呢 後來是有故事的 因為其實以前我是不敢反抗他的 可是那一天我伯就上來 然後就拿到那個禮物 我就很生氣 然後我想說 我才不需要你的禮物呢 然後我就把禮物丟在他身上 然後我就跑掉 結果之後 他就追上我 然後他就把禮物丟在我身上 就開始一個禮物追逐戰 反正就是互丟 在今天新聞一開始 帶你來關心在昨天驚傳的炸彈爆裹爆炸的案件 畫面上看到相當嚇人 最後是用交友軟體遇到渣男的故事 我跟那個任男友在一起是因為 聽的認識 一開始覺得他蠻好的 但後面就蠻瞎的 就是有一天在洗車場 然後我就在旁邊待著 我就突然就在那個靈光舞展 女生的第六感出來 然後我就拿他的手機 然後我一打開 一看IG 哇 是一個約炮的小帳 就是說什麼 寶貝 我起床了都好硬什麼的 喔 結果我們就大吵 吵完之後他就把我丟在那個洗車場 然後他就自己開走 蛤?他自己開走? 對啊 而他隨後馬上展開復仇 我在IG上面警告大家 就是注意這個男生 不希望下一個女生受害 結果呢 他的前一個女友後來密我說 他之前的車子是他幫他貸款的 然後他名字騙我 年紀也騙我 我覺得扯得不是劈腿或什麼 我是他用一個假的身份來給你交往 然後你都沒有 不是他整個人都是假的 你之後交新男朋友 你會希望他先給你看身份證嗎 欸我之前 我之前 你會先實名自交男友 真的 白馬王子 好那這就是今天的調查局啦 那歡迎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分享出去 那我們第... 從哪你為什麼拿這些東西 因為我在整理你們 不是我們 喔 哈哈哈 你這樣有整理跟沒整理不定 果然因為你... 這樣子是騙提過很重 玩到我嫁不出去了 你們是忘記要自己拿這些東西 好痛 我先自己拿這些東西 你們有聽過什麼樣很瞎的分證嗎 真的有 啊我猜一下 欸都...你怎麼變成中意 你剛剛說什麼 你剛剛說什麼 我剛剛... 他被大術影響到了 不是 不是 我覺得他應該蠻多的啦 你為什麼覺得他多 因為他很瞎 我是瞎 你不要有中意嘛 他講什麼都要在 啊 搞什麼鬼啊 第幾次人自己說 分手理由 最瞎的齁 有一個 就是我們 不小心就在一起了 會分手的原因 我那時候好像直接跟他說 我覺得我們不適合 然後他就哭很久 每天都在哭 他就說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 我就有硬掰出一些理由 就是他笑聲很難聽 然後... OK啊 然後... 他的聲音很難聽 他的笑聲很難聽 他笑起來很怪 太像我爸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 他哭得更難過 我跟你講 分手理由 不能亂講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講一個 就是他可能可以改善 他就會說 我改 我說 我笑的難聽我會改啊 但是我覺得 你就沒有辦法改啊 我可以 我可以 改了出來 就不換 總覺得更難聽了 唉唷 我就沒有辦法啊 你看 他就會像這種啊 我就是想分手 我就不... 就是想分手 而丹牛聽過最扯的事 我有聽過口臭啦 他應該也是偏不愛才會 因為口臭這個問題在分 因為我覺得你愛的話 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是可以容忍的 我覺得啦 所以我覺得 可以嗎 嗯 我都可以容忍吧 不行啊 口味真特別 我覺得會有這些理由的原因 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是表達不適合 但你會繼續追問一下 可以嗎 好像會 因為不適合它是個大方向 它不是細節 剛剛你跳不適合 你會去追問細節嗎 說你覺得我們哪裡 那如果打開來是那種 你的笑聲不好聽 你會開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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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好聽啊 這個... 開心啦 不要偷告白 哈囉 曼曼 Andre 好久不見啊 曼曼今天帶了個新人 我帶了個新人 好像是我帶一個牛郎是不是 不是 嗨 大家好 我是Andre 我是公司的新的企劃 以後會跟Rio還有大叔曼曼 你為什麼不秀出你在江湖上的藝名 因為你們就說有成封學長啊 你原本就叫學長是不是 對啊 那個時候公司的人就是 都是我的學弟妹啊 是很自然的叫我學長 是真的同一個學校畢業的人 對對對 哦 所以不是你年紀比較大的意思 我是學長的 哦 對對對對 對在在在在 幫你飛起來 我有點飛得好大 換你家的企劃團 對 我想問你對大叔的看法 欸 我說真的 我真的有第一眼康號 我覺得他 他是年輕人 哦 真的嗎 對啊 我一直覺得他大概就是25以下 學長不要拍學長馬屁好嗎 你有提過分手嗎 有 我覺得我的分手理由 不會瞎 但是分手過程還蠻瞎的 其實講真的就沒感覺吧 我就打電話去跟他說 我想要分手這樣子 對方也沒有出聲 他可能也是有點嚇到 還是你按到靜音 沒有 你講了半年 他就 喂 喂 我就覺得 很尷尬 我就說 那不然你有什麼看法 欸 都很強欸 不出聲 你也不會直接掛對不對 搞錢你怎麼看 真的是 戲中戲 局中戲 太微妙了 可是你跟他說 我想要跟你分手 你有講任何其他的 對啊 還是你就直接講說 哦 我想跟你分手 我覺得我們不適合 分手 比方說什麼 哇 現在也高三了 我們應該要好好念書 是不是吧 對你剛才來說 就是這樣應該蠻像的 對啊 因為談判戀愛 其實做課業成績也差不多要多少 哈哈哈哈 所以真實的理由是這個嗎 還是只是拿來包裝 那個年紀 你其實不太知道說 你自己喜歡的人是什麼 他對決 yen的問題 對啊 哈哈 現在就是一個閃避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邪掌廣剛剛不是很肖張嗎 我有聽過就是 男朋友不願意買iPhone給女朋友 女朋友就分手 這是我真的身邊有人發生的事情 而且那個女生 她還讓他媽媽 一起來求 那個男生買iPhone給他 他就有一次 就跟女朋友 跟女朋友的媽媽一起吃飯 然後那個媽媽就是這麼 喔 最近那個新來iphone出啦 我女兒的手機剛好要換啦 就是反正就是各種暗示 然後男生就堅決不買 然後女生就說你不愛我 然後就分手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女生提出這樣的理由的話 你不愛我就跟你分手了 我做超不OK 就我覺得你今天你既然都給我個理由 你應該自己就想清楚 我就要他知道說 如果你今天你自己分手 分手不是輕易可以說出口的話 你不管你今天給我個再爛的理由 其實我都會接受 他給你個再爛兩個都可以 他跟你說他得決證 對 喔 這種 放過他吧 哈囉 利尤 你們兩個很久沒回辦公室了吧 可能偶爾一個月接一次 一個月一次 等一下 利尤 你有變胖嗎 我 應該還好吧 大到內褲不清耶 大家覺得利尤是在螢幕裡面比較胖呢 還是走到了實體之後 胖了起來 他們也是在螢幕看我 對 都是在螢幕看你了 好 沒錯沒錯沒錯 你覺得你是個敢提分手的人嗎 其實我不算很敢耶 成刀子口豆腐心 如果今天他提出一個很佳的理由 跟你分手 你可以接受嗎 我覺得你的肚臍太髒了 對啊 可以接受 如果很喜歡這個女生 比如說很愛他 可能真的會認真洗肚臍 那我問你 假設我再考一個就是 你的女朋友跟你說 我現在在被黑刀追殺 我不想影響到你 我們分手吧 你覺得這樣算很下一個分手理由嗎 可能會覺得 媽 你說什麼小孩啊 這個動作你不會 三歲小孩啊 信這種東西 可是如果是真的 那我會怕耶 什麼意思 所以你會覺得 我怕死 我怕痛 我怕被打啊 你會覺得好感謝你告訴我是不是 我會說那真的假的 那你是不是要先去請求庇護 那他就知道我家地址嗎 那我靠 你先保身耶 怎麼才去學小孩啊 信這種東西 原來你在說自己 因為我能聽過什麼 瞎的分手理 那個時候我就是沒有交過女朋友 然後我們就有點小暧昧 我覺得她很可愛 有一次就是在打鬧的過程 我們可能會互相打掉她的手 然後我就 就是開始慢慢的就是 在那邊比手的大小啊 就是這樣 哇 然後就慢慢就牽起來了 哦 然後我那個時候也是覺得好緊張 在看太緊張了吧 所以現在是怎樣 我們略過了很多階段嗎 我們正在一起 等一下 我為什麼有動 這什麼天然的震動 我好害羞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看我們那天好像在一起 燈光都變了你知道嗎 不習慣的燈光從白光變粉光了你知道嗎 重點是重點是 我以為那東西會延續 那東西是該延續的吧 對 該延續 我們下次應該還可以再牽吧 對 最早來講應該是這樣 煙消雲散 毫無反應 他好像就回到 他忘電那天是什麼樣子 這不算分手理由 對 不算分手理由 這算一個手被分開的理由 對 知道被敷衍是什麼感覺了吧 那我們今天D卡吊號局就到這邊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 還有一個小資訊 現在只要有手機號碼的話 你就可以註冊D卡 你就可以在上面 把文跟分享 D卡吊號局 分手好好提 我們下次見 掰掰